好好去修個廠下 我沒有資格講這句話 副長前置業的時候 搶下凱道跟北平東路 有決定要在哪邊辦嗎 那國民黨說批評 你們搶場地是惡搞 你怎麼看 那就是因為這個 前幾天又被國民黨借走 他們說要跟你們協調 你們會答應嗎 這還是由進總這邊來做安排 那我想用這種 所以大家來商量 這是一回事 說我們惡搞 我覺得這樣講法就不厚道了 想問一下就是在這個辯論的部分 你現在有做什麼加強 然後哪一些部分 是你覺得你自己最需要去集訓的 我想對於在整體的市政 因為我們提出的政見的方向 都非常的多 相關的我們已經蠻充足的 那至於怎麼樣來表現 那可能要有專家 大家一起來討論 副長講完現在好像看板挂了很多 是不是覺得他自己壓力很大 另外他好像到校園裡面去宣傳 是不是會有 覺得這樣子好像不太苦 我想大家的壓力都大 然後競選期間各自努力 副長這個之前的那個 九月出席活動的時候 有一幅您的沙話 然後好像被放在立法院的地上 那現在好像查出來說是立委 何志偉把他放在地上 然後還說這樣是接地氣 結果傳出總統好像覺得說 要嚴懲這樣的行為 您有知道這件事情嗎 第一個我覺得就是說 那幅畫我們當時這個沙畫 我們在那個開幕的時候大家來到 那也算是一種創作 這種文化的創作 我們都應該予以尊重 那那畫如果是要送的話 送我的畫 那就儘快拿回我們的進走 市長請問市林分局的部分 你後來瞭解現在怎麼樣 因為據說你們是認識市林分局 沒有動員他們過來自協助牌片 對就好像我們現在在場 有一些的維安的人員 那維安的事項是根據警察同仁 他們認為在維安的必要性 那就一定的一個情況的維安的計畫 那不是我們的要求 那天也不是一個公開的行程 但是我想我們應該尊重警方的一個安排 另外也請不要為難我們的基層公務人員 市長 柯文哲在節目說大頭鎮最難治 你怎麼看 兩個混在 柯文哲說大頭鎮最難治 他在嗆著 我的頭不算小 市長 那你有提到說 今天柯文哲方常常都把人罵走 是不是覺得他的領導方式不太多 對 這個倒是 就是說一個團隊裡面 其實我們的相關同仁很重要 專業能力很重要 市府的同仁都具備專業的能力 現在就缺乏那個領導的風格 那把人都罵走 就好像他自己在講 就是說我背後站了很多人 我都靠背後站的人 對 我需要我背後站很多人 我需要一個團隊 大家一起做事情 這個團隊從以前在防疫開始 到我離開 一直站在我背後 到現在也是一樣在支持我 那至於柯市長的背後都沒有人了 他自己講說他如果他要做 他也可以做得更好 不是 一個人沒多厲害 大家會做得更厲害 說這個事情 十分基本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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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g 謝謝 謝謝iner 謝謝 investir